好的主播 各位觀眾又到了烏魚子的產季 漁民正忙著處理成堆金黃成亮的烏魚子進行加工 東北季風吹起 陽光日照充足 氣候非常適合曝曬烏魚子 漁民手中工作忙都忙不完 熟練的剖開魚肚 取出魚卵 整個過程甚至不用十秒就能完成 我們聽一下稍早的訪問 這是一堆魚子 要打得好都要幾半五月 甚至比較大的都打一二十天 有一點白風 我就說東北七風 東北七風 如果有什麼 再代算進去 這是烏魚子在打得最好的姿勢 今年市場上 要看得很好的產品的烏魚子 跟整個很大的烏魚子 都沒有問題 可以聽到今年因為東北季風刮起烏魚 截卵綠膏 普遍魚卵都相當大 品質也非常好 野生烏魚子補撈量也非常充足 也因此今年烏魚子的價格和去年不會相差太大 平均每公斤月落在950元左右 大片烏魚子和往年相比也更容易買到 野生烏魚子的價格甚至比往年還要清明 讓腦桃們今年絕對能大飽口福 滿足一下味蕾 而烏魚子屬於高檔漁獲 彰化北港分局也不敢大意展開守護專案 日夜巡邏加工廠 防止硝小偷竊 以上就是現場最新情形 把今天鏡頭交換給棚內主播 tenim 天理 我們他們有感覺 很健康 前面 涵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